婚後交朋友 除了真的要交來 這個聊得來的朋友 還要能夠交互相成長的 有沒有 亦師亦友 那才叫真的好朋友 這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就要懂得避嫌 尊重另外一半 其實男生女生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婚後經營朋友圈 已經是變成一門學問啦 首先想問一下三對 你們婚前都有 認識互相的朋友了嗎 認識 是 但是婚後才融入的嗎 沒有 我是還是融入 她沒有融入 她沒有融入 對 她從婚前後 都沒有融入到現在 為什麼呢 這世出必有因對不對 你不喜歡她的朋友 不是不喜歡 沒有 因為 還是妳太喜歡她的朋友 要避嫌 沒有 是她的朋友 太喜歡我了 所以我要避嫌 你講一些大家會相信好不好 太假 沒有 就是我 之前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 然後我明明就是 是那種家屬的生人們去參加 或者是 去參加他們同學會 或者是幹嘛 我也是莫名其妙就變成一個主戲 即便說我有試著想要融入 可是他們聊的都是一些 你知道那個什麼 就是一些專業術語 還有我們以前的同學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她對 應該是說格格不入 話題當中她沒有辦法插話 所以她必須得高拐 然後讓我們大家能夠吸引到她 而且她會突然 講話突然很大聲 或會講一個 來聽我講笑話 然後我們所有的那個焦點 這麼可以 屬於烏有 妳這跟這個 妳是弄下說書的一樣 此言差異 然後我們就不想理她 我們就繼續談我們自己的專業 或者是最近碰到什麼問題 婚姻問題 她就開始傳賴了 我們回家 這邊 小孩子好像說肚子餓了 媽媽說 我婆婆 我媽媽說該回家囉 太晚了 對 你們什麼時候即便回家 她就一直跟我講 什麼時候回家 好掃興 真的耶 不是 同學會一直 不是 他們在那邊在聊說 你那個 我可以聊這種東西嗎 或者說 你有沒有幫她 就是幫她自己內診 就是她那個什麼什麼 便秘 然後就看肛門這種東西 我要聊這種幹嘛 你要知道以後你的肛門 怎麼被人家照顧以後 對啊 你會拿糖尿定 你自己怎麼自己打 贏老書 不是 你要想 我們今天是一國的 你覺得你等一下講話 我會幫你嗎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已經空氣下你自己了 開始 不是 你一度才聚餐一次 那如果你空不下去 你幹不自己回家 不是 我肝在那邊 我 好 那同樣的狀況 如果今天是他去你朋友那邊 然後他也覺得無法融入 然後一直跟你講說要回家 你會怎樣 我 我就 回家 少在那邊 你一定會說老婆 我早知道你這樣繳我車幫你講 沒有 基本上我去他們的那個朋友家 我都不會講回家這個字 我要等他他酒醉 甘願喝 就是已經喝到甘願了 我載他回去 沒有 他會設一個鬧鐘 然後讓他想 然後那個鬧鐘的那個 那個標語是回家 看來這一對真的要花掉 我們半些時間 好多問題的感覺 我們先往下走 是 你們這結婚才 新婚八個月 對啊 其實不到一年 所以你們兩個是婚前 就有融入對方的朋友圈嗎 婚前就有了 對 婚前我們就有 互相認識彼此的朋友 然後都滿熟的 對 他應該算是很融入你的交友圈 算是 所以說他其實也知道就那幾個 像漢娜也是啊 就是小華漢娜 然後跟韋蔓 韋蔓甚至常常來我們家 所以他其實都滿熟的 但是男生我跟他的朋友也都很熟 因為我們都一起打電動 像舒豪啊 黃河啊 妮妮 對 但是我會覺得 就因為我們彼此都比較窄 我們很喜歡打電動 我們基本上都在家裡 然後互相認識彼此的朋友 但有時候我真的會滿希望 他可以出去跟他朋友去 喝個下午茶 就不要一直纏著你 哈哈 希望他有自己的空間一下 會比較好 對 可以去放鬆一下 我覺得這樣滿好的 這樣的提議 是想換來更多的私人空間嗎 對啊 其實有一點 沒有 一點點而已 其實我滿喜歡跟芝芝 就是一起打電動啊什麼 但有時候還是會想要 自己跟朋友 去打個電動 就這樣 對 就是 男生的 男生男朋友會有想要 一些 誰要的空間嗎 三個都有在 你們四個都有在打電動嗎 會 都會 還是有 我沒有打 也不一定要打電動 那你講得好 你有在打電動 不是 我學生想要打你 會有想要打電動 適合解釋 對啊 但你們的朋友圈是同一圈嗎 還是你的朋友圈是你的圈 不同圈 完全不同 其實我們結婚之前 他其實滿融入我的 男投媽媽群們 而且 他融入之後 都把我的風采搶走了 本來都是說 你想 今天竟想想吃什麼 我們就去吃什麼 可是自從他融入之後都說 道遠今天想吃什麼 那我們就選道遠喜歡的 就是風采都被他搶走了 我發現我根本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誤解 真的 不是 怎麼會有這種誤解 我回去 我原本就是跟他阿姨那些的 都還好 但是一融入 一去到他的聚會之後 那些阿姨感覺就是 我好像肚子都很餓 他每次都帶我去吃好多好料的 薑母鴨 會不會說不只南投 就是所有的台灣人看到 全台灣人都覺得我很餓就對了 對 但是這樣子也好 就是說至少你是 當然他們是喜歡你的 對啊 然後他們現在都會 就是跟鏡香視訊的時候 他會都不理他 然後說 導演要不要回來 對 因為他南投有很多那種 輕鬆的阿姨 對 對 所以我就是 很喜歡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 那他的朋友你喜歡嗎 直接不願意 無法融入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去騎重機 然後不然就是去幹嘛 打球 這都是我不愛的 我就只能在旁邊等他 那我就說那你自己去好了 你很會選這種 私人時間的運動 因為他很不喜歡坐在旁邊 他不喜歡坐在旁邊 我打籃球的時候他就 因為有些女生我就覺得 男生在那邊打球 然後女生就坐在旁邊 帶小孩 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幫忙加個油之類的 我才打個半場而已 他就要回去嗎 幾點 我要回去煮飯 所以就回家 騎重機他就覺得 我弄得漂亮 然後戴個全肇事的安全帽 然後妝全部都花了 然後大熱天的 你要戴個全肇事 戴到那邊 是有完沒完 所以 對 對